日前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受访时曾提到 乌军被禁止使用西方武器攻击俄国领土 以成俄军最大优势 针对此禁令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近期受访时提到 乌克兰有权自卫 包括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呼吁北约成员国松绑此禁令 台义日籍参议员联访27日下午宣布 参选今年7月的东京都知事选举 日前传出现任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有意三度以五党籍身份参选 再次寻求连任 联访将成为小池最大的挑战者 有媒体报道 因瓜地马拉前来台湾参加总统就职典礼 引发中共不满 禁止瓜国的咖啡豆和夏威夷豆入境中国 瓜地马拉出口业者和生产商对此表达不满 呼吁该国要放弃中国市场 转往其他国家出口 八部亚牛几内亚北部一个村庄 24日凌晨发生严重山崩 八纽官方27日一封向联合国通报文件显示 实际有超过2000人遭到驳埋 已正式向国际社会求援 新唐人养害电视整理报道